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欧关系 不仅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希望双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战略对话和磋商 增加对彼此政策走向的了解和认同 扎实推进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深化在多边事务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与配合 妥善处理和解决双方重大关切和分歧 确保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巴罗佐表示 保持强有力的欧中关系 对双方和国际社会都至关重要 欧盟致力于不断发展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愿本着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精神 通过对话处理彼此间的关切和分歧 巴罗佐对中方一贯支持欧盟一体化建设表示感谢 他还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等参加了会见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号至25号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履职学习专题讲座 吴邦国委员长主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参加学习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一时 吴邦国就对常委会组成人员如何加强学习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提出明确要求 一要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 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 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 不断增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要抓紧学习宪法和法律 熟悉人大工作的意识规则和意识程序 掌握人大工作的必备知识 三要广泛学习各领域各方面知识 善于用全局的长远的眼光分析问题提出意见 四要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从人大工作的特点出发 重视在实践中学习 善于向群众学习 把加强学习与提高能力结合起来 更好地推动常委会各项工作 这次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学习专题讲座共分三讲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 主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职权和意识规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英 主讲了立法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 主讲了监督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 九届以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每次常委会会议后都举办法治讲座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了这一做法 并把名称改为专题讲座 讲座内容更广泛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办好专题讲座 进一步增强讲座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专题讲座有利于常委会组成人员 熟悉法律和其他各方面的知识 有助于提高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能力 保证常委会的审议质量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在人民大会堂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会谈 温家宝说 近十年来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 双方确立了4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 即将启动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将成为双方增进互信 实现互利共赢的又一个重要平台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伙伴 中欧务实合作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 温家宝指出 中欧加强合作符合彼此的根本利益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和分歧 只要中欧相互尊重 相互信赖 相互借鉴 合作共赢 双方关系发展就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巴罗佐说 此次随我访华的有9名欧盟委员会委员 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一次派如此大型高级别代表团出访 这表明欧盟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 以及欧中合作的广泛和深入 巴罗佐表示 欧盟理解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的艰巨任务 钦佩并支持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 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 致力于实现全面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的发展对欧洲对世界有利 欧方愿本着真正伙伴精神 同中方密切合作 携手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双方领导人一致表示 要继续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保持高层交往和各级别磋商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分歧 本着公平开放互利互惠的原则 扩大经贸合作 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程 创新科技合作模式 加强在节能减排 环保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等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 深化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上的合作 切实维护双方人民的基本权益 促进民间交往和青年交流 夯实双方关系的社会人文基础 温家宝最后表示 中国支持欧盟一体化建设 欢迎欧盟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愿意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 与欧盟分享机遇 携手应对挑战 为人类的进步事业 做出更大贡献 温家宝还介绍了西藏局势 并阐述了中方立场 巴罗佐表示 欧盟用战略和长远眼光 看待和处理对话关系 希望同中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就双边和国际事务进行坦诚对话 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 欧盟及其各成员国 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承认台湾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维护中国的稳定与繁荣 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欧盟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 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 会谈后 双方共同会见了记者 宣布启动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全国政协主席贾清林 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法国参议长彭斯莱 贾清林说 当前中法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和负面因素 希望法方正式出现的问题 与中方一道排除干扰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贾清林对法方长期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藏独表示赞赏 彭斯莱说 法国各政党和议员都高度重视发展 请不吝点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斗铁城也因此获得了工人教授的美誉 我师父以前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集体团结就会有力量 一个人有了知识就会有力量 一个团队有了知识就会有巨大的力量 这位现在已经当上维修队长 享有高级技师称号的孙小峰 在拜斗铁城为师之前 是个有名的小刺头 是斗铁城的人生态度 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 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 但不可以没有知识和技能 没有知识就会让人瞧不起 没有技能就谈不上养家立业 在斗铁城的言传身教下 孙小峰不仅对工作多了几分兴趣 而且也慢慢的成了斗师傅的高徒 2006年11月 斗铁城率领两名弟子 在陕西省电力线路工职业技能竞赛中 一举囊括个人前三名和团体第一的好成绩 斗铁城也被授予了状元称号 这里就是斗铁城在施工现场的宿舍 条件非常简陋 但却收拾的井井有条 房间里最值钱的就是这三大箱书籍了 不论斗师傅走到哪里 这三个大书箱都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我觉得当代工人再不是傻大黑猪 应该有知识有技术有修养 以表堂堂 今天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05天 北京时间今天早晨7点左右 搭载着北京奥运圣火的专机 降落在日本东京雨田机场 随后圣火搭乘专运大发 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左右 抵达境外传递的第16站长野 北京奥运圣火在长野的传递 将于北京时间26号上午7点30分左右开始 全程18.7公里 第一棒火拒手是日本棒球代表队主教练星野现一 80名火拒手还包括日本奥委会主席竹田横河 长野县富之市板苍敏河 被誉为蛙王的北岛康界 以及从 北京奥运圣火拒手